去吧 媽 清清啊 昨天晚上情绪上有些失控 多批评的 而如果这件事情 让你爸爸觉得有什么异论的话 我想你跟他解释一下 就当是我跟他说声对不起 要搁歉 我妈昨天晚上 其实是我情绪有点孤独 不愿意谨清楚我的错 这不存在什么对错的问题 这个夫妻俩共同生活 那会没有矛盾吗 只不过是 无论遇到任何问题 两个人要拼心尽弃地 好好面对 清清是个好孩子 心底很善良 这个你应该了解 只不过呢 清清从小被他爸爸给关坏了 有点小脾气 这我不批评他 这是他的不对 你说年轻人 跟老年生活在一起 难免会有些不差 如果是清清跟你爸爸之间 产生什么矛盾呢 或者什么小误会啊 我觉得你们应该起到这个调和的作用 主动地去调解 你夹在中间当然了会受一些委屈 那谁让你是男人呢 做丈夫就应该承担几个人 你说妈说对不对 对啊 以后再有问题出现的时候 我一定好好调和 是想啊 我今天来呢 其实 其实是想啊 你能不能今天去接一下清清 不就这么一点小问题 大家给谈开了不就没事了吗 你说呢 不愧自己想 我今天下来班就去接谈 好可能这个不是 好 好 那我就放心了 嗯 那我先走了 还生气呢 老婆 饿了吧 还真好吃的去 啊 你有什么话快说 我还得回家呢 我妈在家等我呢 你不能态度好点啊 我就亲自来接你了 说不说 说说 我爸 他不是没事闲着带着羊羊跑到北京 来折腾咱们吗 他让我嫂子就轰了 你说什么 让我嫂子给轰出来了 我爸 为什么呀 他们俩吵架了 我嫂子跟我哥离婚了 他那房子也怕涨了 这怎么就把羊羊跟我爸 就生给婚了 这 他怎么能做得出来呢 羊羊不是他亲生儿子吗 他也太狠心了吧 你羊羊也太可怜了 那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呀 你不相信我 我没有 我爸说了是家丑嘛 他不愿意说 我不是你家人 我不是这意思 我想让你安安静静养胎嘛 这不 让你少点烦心事 那我以为我一个人能扛住 那谁知道这一段 这烦心事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我情绪也不太稳定 然后昨天给你那态度 我不是有意义的 对不起 现在知道错了吧 什么时间 要两个人商量就来嘛 你放心吧 会对人好点 真的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谁啊 谢谢你 老婆 谢谢你 老婆 不是 谢谢我老婆 钱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都在这呢 好 你直接交到财务那儿就行了 好 谢谢周杨 好 小婶 你这扣床那儿长 腿长 我看一下 不长啊 这样正好 你让我看看 爸 走回来吧 小叔 你看我的新校服 看来来 新校服 我发现新校服 你给我好好学习听吧 新校服是吧 帅死了 帅死了 你给我好好学习听吧 你 我对不起你小婶 听我 你看看这是谁呀 这是 这 这不是北京小学生吗 听我 你看 这是谁呀 这不是北京小学生吗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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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亮 来 背上这书包看看 让你爷爷看看好不好看 来 慢点 怎么样 挺好看的 慢点 看书啊 干什么呀 谢谢你老婆 你谢我什么呀 那我做这些是为了杨阳 又不是为了你 那你这么说的话 我不得更谢谢你啊 干嘛跟我那么客气啊 不都是一家人吗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你放心 我一定努力工作 尽快赚上那八万块钱 还给你 不是 八万 赚更多的钱 让杨阳 让你 让我们的宝宝 顾得好一点 做世界上 最幸福的人 虽然我已经觉得挺幸福的 但我还是想做最幸福的 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 宇文 数学 地理 你 你 音乐 都有吗 音乐书没有啊 请音乐书放里了吗 音乐书 对 我马上拿 来 把这个水果放包里 知道 知道 记得吃 行 来 喝点喝 拿 来 音乐书 音乐书 还有什么呀 音乐书 水果 还有纸巾 对 纸巾 这个吧 我说你们这干啥了 昨天晚上 这家伙鸡飞狗跳的 地址 地址 怎么回来 知道吧 行行行 几路车我还整不明白啊 闭着眼睛都能送呢 水壶 水壶 哦 水壶忘了 娘娘啊 你这时刻对不起 小舍把水壶的事给忘了 你先拿这个行不行 就代替一提 听不出女孩子用的 娘娘 小于真忘了 求求你了 你这些用一天 我这是用的 求什么求什么 把耳朵拿下去 这份男孩用的了 我都是把水倒里喝 这家 这样给 不好喝 你别闹小舍啊 这两天就给你找些笑了 哪有功夫给你背这个 背那个的呀 陈老师说我怎么做 一天明天给你买 今天差不多了 小舍今天晚上 就给你买好了 你放学回来以后 肯定能看你 好不好 小舍啊 你快吃饭吧 这忙活的把你 我俩走了啊 爸 你慢点啊 我也得走 这个杨阳学校的事 谢谢 快吃点东西啊 好 辛苦了 早晨 走了 今天跟他们订的那个位置 最好是四到六个人的 最好是四到六个人的 然后减聚好一点的 老虎基金的人 我们要到饭店去接他们 要准时 好吗 而且安排一个商务车 一个轿车 确认了房间位置之后 嗯 告诉我 好 好 你去吧 嗯 搭档 嗯 黄总 这个是之前计划的就改方案 好 请坐 我正赶着要你 嗯 哎 你最近表现不错啊 你们部门经理 跟我表扬您好几次了 是吧 还有那个 黄总 今天我们家那小朋友 杨阳去学校上学了 是吗 特别开心 我们全家也都很开心 所以想表达一下谢意 何必这么客气呢 都是自己人 再说了 你们家人高兴 我也挺高兴的 我不是也欠你人情吗 那不一样 你欠的那个人情 不如我的这个大 所以今天晚上 我请你吃饭 今天晚上 不好意思 今天晚上说好了 我跟老板请老吴 寄进来的人吃饭 要不这样 咱们改天 也行 但你记得 一定给我这个机会 必须的 这样 等我有空的时候 我去找你 让你请我吃饭 严言认定 那我去工作了 要吗 你看看这是啥 出 堡射四 来来来来 他刚刚不该拆那个二 他不拆那个二 我带着那张牌 我不敢诈 我也来 您玩着 我得去接孩子 这玩意 你接什么孩子 我去 我去 我该错了 我不该拆二 他应该有了 这 真的是 赢牌子 来 哎呦 来 嘿 来 来 快 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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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等一下 吓错了 吓错了 喂 喂 喂 爸 接着羊羊了吗 接着啥呀 还没到呢 这嘎嘎堵车 堵车 堵车 堵哪儿啊 别管我堵哪儿了 堵半道手了 快去接羊羊吧 这是我这生疯了 怎么去接的呀 这是从我这到羊羊学校 至少又花一个小时 你还得堵多久啊 哎呀 我的厉害 我看这两小时也动不了地方 你快去接羊羊吧 你别让她着急 要不让你媳妇去吧 行行 我去我去 你先回家吧 知道路吧 别费唾沫了 你快去接羊羊吧 挂了 走 羊羊 今天没有人来接你 没有 别着急啊 老师给你家里打电话 来 跟我来 我这是 您是 您是王老师是吧 真不好意思 我今天正好这边工作上面有点事情 所以就过去晚了 羊羊现在在学校 那我就把孩子放在全大室了 这里24小时都有人值班了 您不用担心他的安全问题 尽快过来就行 不用谢我 这是应该的 但是 你们家长得过来一趟 咱们得谈一谈孩子的学习问题 好 王老师 我出时间就过去 今儿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了 好吧 咱们改天见面细聊 您见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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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到哪儿了?到家了吗? 我快了 你接上羊羊了是吧? 羊羊这边我刚跟老师通完电话 然后他把羊羊放到了船南 我现在说话空间到了 接到了我们就回 你到了家哪儿都别去 等我们回去啊 好 上哪儿了? 你还不回事啊 班前的卡上 手别加上啊 喂 我就是您是 啊好好好我马上就过去 谢谢您啊 我去找你 你去找我 我去找你 师祥是吧 来 来 来 儿子 过来签个礼 我得嘱咐你几句 好 以后啊 像这样的老人 家里一定得看住 千万别让他一个人 出来乱跑 这要不是我们巡逻面警 看见 都忘了你去把他带回来 那指不定出什么事呢 不好意思 来 你呢 在这儿签个字 签完字就可以把人拥走了 去口子 对对对 谢谢你 走啊 怎么着三十过夜 不舍得走啊 警察热心 非让我上这儿来 拿我当痴呆了 痴呆太不远了 你那在锅里煮着呢 一会儿吃啊 嗯 吃 不着急 快吃啊 来 你要冲点卤 慢一点 看看 你看看 哎呀 慢点吃不着急啊 就胃不好吃快了 一会儿吃不饱的话 小水再跟你做啊 你也是 你在路上不能让杨阳吃点东西啊 你看把杨阳饿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当时那么着急 哪有脑子想啊 他杨阳自己也没说啊 那还用孩子说嘛 那大人早就应该有个准备啊 要不要你是干啥的呀 哎呦 我这亲爱的老爸 你还真能倒打一耙是吧 啊 谁送孩子送到派出所去了 我给你那小纸条呢 写的路线 你说没问题小意思 没问题没问题 给自己没问题丢了 谁把自己整丢了 我那就是考察考察猜得到 那你们说那个 这么倒车那么倒车还堵车 我是想去探一条 比较机灵的路线 你多机灵啊 都让人当老年痴呆了 你听那警察胡说吧 要不明儿我还送 没明天 明天我送他 送洋洋的权利 你被永久地剥夺了啊 晚期之行不行啊 我是他爷爷 你让我送呗 一个月以后 你这 小兔崽子这 真剥夺我权利了 不对啊 明天你不是早上要上班吧 你哪有时间啊 早点起呗 那能怎么办 你把衣服打了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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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迟到七分钟了 你都迟到七分钟了 迟到七分钟了 不会扣工资吧 不是 我不是担心那点钱 不是担心你 老公啊 真的对我担心你 对不起 我今天实在是太累了 我没起来 嗯 要不这样吧 你一会儿呢 找个地方睡会儿 你别管啊 你管得怎么看呢 沙发也行啊 注意身体的 那行呢 你忙吧 挂了啊 拜拜 我说你啊 说话注意一点 睡睡 上班呢 是不知道有伤风化 你别管 我说会儿 你看 杨阳和我们都不在北京 那我就直接和您说一下了 杨阳原来学校的教材 和我们的教材不是一个体系 我们用的是市里的实验教材 进度比较快 就拿我的数学课来说吧 我们已经开始学习乘法预算了 可是今天我测试了一下 杨阳好像还不会量位数的加减法 这差距可不小呢 是啊 杨师麻烦您了 您多费心点 谢谢啊 这没什么 但是你们家长方面啊 确实是要督促一下 嗯 你看 这上面是我的博客 和学校里的BBS 哦 要下载每天各科所布置的作业 哦 督促孩子在家里完成 好的好的 另外啊 呃 是不是应该准备一台打印机 因为有些作业是要下载打印出来 让孩子在家里完成的 哦 呃 今天 杨阳就没有交作业 但是这也不能怪孩子 杨阳说 家里没有打印机 哦 是 我明天就去买 嗯 老师 真的是麻烦您了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那行 那我先带杨阳走了 谢谢啊 跟老师说再见 老师再见 再见啊 老师 说话呀 怎么了 哎 是你撒谎了 撒谎还有理呢 没听过评讨曹的故事啊 撒谎是长笛子的 有点憋的 又不是真的 是为了卖数骗儿的 那也不能撒谎啊 那为什么你又能撒谎啊 我什么时候撒谎了 你撒谎了 我亲眼看见的 就田田 你脚书为你创业诚 房屋服 你都洗了 你说你根本就没有洗 我看见你放了柜子里了 那不叫撒谎 那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默契 培养感情的 你不懂 小孩就是撒谎 当然就是默契了 对啊 反正我不知道你哪句是真的 那也就是假的 反正我得提醒我想说 要不然他们老被你骗了 嘴还挺累啊 哎呀 你别闹什么情绪啊 那我妈妈的话没说 好吗 好 我不是也是为了你好吗 以后不能撒谎了 听见没有啊 好吗 我回家吧 我回家吧 我回啊 我给你买冰激凌 走吧 吃火啊 你想温 vic 就这么阳el creates火啊 помigne 好 好 我热情 热情 好 好 写得真好 我说了 写不到 爷爷帮我写 行 行 爷爷帮你写 来 爷爷帮你写 今天再接你咋样啊 还行 明天还让他接了 让吧 那行 你爹也多看着他 考验考验他 什么味儿啊 牛肉吗 清清啊 你那锅上做的啥呀这是 妈呀 来了 来了 爸 怎么了 爸 怎么了 爸 我说你这是做饭的还是放火的 这好端端的一个锅你看看 这给烧没了 你这也太能败家了 你做饭你不在厨房待着 你老回顾干啥去 睡觉去啊 没有吧 我帮杨杨打作业呢 我以为你在这儿能帮我看一下 你太瞎白白了 我在这儿跟杨杨做作业呢 你啥时候在这儿做作业了 我不是做作业 我是打作业 你看他这作业都要打出来的 老师把作业放在那个网上 我要下载下来 再打出来才能写啊 那不有书本吗 照书写就完了吗 干嘛搁网上啊 那家里要没网呢 先出去买去啊 你现在这个老师太不像话了 这不好好教课 你说经整些是花里虎哨的玩意儿 还回我一首顾 爷爷帮我写作业 来了 爷爷你说什么 你让爷爷帮你写作业 这怎么行啊 有啥不行的呀 孩子写的直累的 胳膊都快写舌了 我跟他换换班 让他喘口气 爸 你不能忘他写作业 这老师这个作业 就是为了让他们复习一下 要不白天学的不都忘了吗 就这些个字 他能忘了吗 他这脑瓜 今天他们老师已经找我谈过了 说他已经跟不上了 跟不上 跟不上 那是老师有问题 这能怨学生吗 爷爷 自己写 我去让爷爷帮你写啊 你写吧 你写吧 疼 这算吧 嗯 这是新姑娘了 明天我接她 不用 你明天下班 肯定也不是那么早 还是我去吧 再说了 你们公司跟盐阳学校 两个方向 哪会折腾多累啊 哪要哪成 你这怀着孕呢 哪能天天让你一跑来早去的 不行 没事儿 真没关系 我不累 那你说怎么办啊 现在爸路也不太熟 你呢 路由那么远 最主要的是 是我不想你老是迟到早退的 影响工作 这么好一工作丢了多可惜 老公 我没别的意思啊 我就是觉得这工作确实挺好的 我那工作单位时间 我们晚去一点 早走一点都没关系的 比较灵活 我们公司呢 跟盐阳学校也是一条线上 顶多就是多转一趟车呗 也花不了多少钱 其实算下来的话 这样比较省钱的 你说什么事儿吧 你都替我着想 体谅我 理解我 我对盐阳又这么好 你听 我怎么记得以前 谁跟我说 是我像盐阳后妈呢 谁说的呀 不是你妈 我说的 不对吧 你没这么说过 心里也这么想的吧 既然是后妈的话 那是不是得惩罚一下啊 你要干嘛呢 你干嘛呀 你在干嘛呀 你在干嘛呀 你回来了 这火锅怎么还知道 家里边来了 我等你等得天都黑了 天台上蚊子太多了 我就索性把桌子挪下来了 这个底料啊 是我专门让我亲戚 从四川寄过来的 你待会儿尝尝 正宗的四川火锅 嗯 快坐快坐 你今天见到你妈了吗 见着 她 还是没有原谅你啊 都怪我 都怪我 都怪我都怪我 是我不好 我错了 我真的是不应该过去的 可是我还不如想让你妈乐呵乐呵吗 这事儿 也不能全怪你 主要是我的错 好 这几年 我没啥让我妈走心 好不容易盼着我把公给结了 现在又埋名都把公给理了 其实啊 你妈今天能让你去接她 就表示已经原谅你了 真的 你 你别难过了 要不这样好不好 等过两天啊 我做点菜 你给你妈送去 你就说是你做的 你别说是我做的 好不好 哎呀 哎呀 你可算是笑了 哎 还有呢 还有呢 嗯 这是我给你妈买的生日礼物 本来是想送给她的 也没送成 你明天给她送过去吧 就说是你买的 哦 那我去拿点饮料 咱就开饭啊 乔乔 谢谢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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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搁哪儿啊 搁 搁这儿 搁这儿 哎呀 哎呀 我说亲亲母啊 嗯 你说你这儿来就来呗 这儿还让你破费 你说这儿 没什么 本来早就想过了 这不前些日子 我姐住院了嘛 就没得空了 哎 怎么样 亲亲在你这儿 还行 行 行 做饭呢 接孩子送孩子 是都拿得起来 不能要求太高了 成事闺女嘛 不做了 真不做了 你是说亲亲 每天在你这儿要做饭 还要接送孩子 是啊 不是 本来这个孩子呢 是我来接 他们非让我再熟悉熟悉 不是我偷懒啊 你坐坐坐坐 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 没那么日了 嗯 老池啊 本来嘛 你这个年纪这么大了 年轻人 清清他们多干一点 这是应该的 只不过呀 现在清清她是个孕妇 你说活干得太多了 万一要是累着 伤了孩子怎么办 她毕竟怀的是你们老池家的姑娘 是个姑娘啊 那个有经验的人是怎么说的 不是俗话讲了 生姑娘打扮娘吗 没看清清的脸上很干净 哎呀这可太好了 老池家不学小子 就喜欢丫头 是 是是是 那你这真是太开明了 有见识 那和一般的家长就是不一样 怎么样 平起那么早 怎么现在还这么精神啊 我上课岁呗 上课岁 怪不得你把王老师说你啊 一做题就罢糊涂 怎么回事 那怎么王老师还糊涂呢 我们原先那个老师 多二加二的一次 他被多二乘二的一次 姑娘 你是真明白 怎么办啊 我们清清有低血糖你知道吗 不知道 糖尿病啊 那是高血糖 低血糖是正好相反 是因为缺血糖 才这样 这个缺血糖啊 人很容易疲劳 而且如果累的话 一周要晕倒好几次 哎呦 这可一点都不知道 这咋还有这个病呢 是啊 孩子不让说嘛 怕你着急 我跟清清是这样讲的 我说清清啊 你现在已经结婚了 你们现在是一家人 你有什么话 就应该跟公公说 你如果什么都不说的话 人家想疼你 都不知道该从哪儿疼起 你这说太对了 你得告诉清清 有啥得让她说出来 你别憋着 这就有病了 哎呀 低血糖这件事情啊 说大就大 说小就小 你说大人吧 倒好说一些 可是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呢 那孩子如果一旦缺氧的话 那会影响大脑发育的 好 您见识多 我这是一只半截班门弄斧 那要是觉得我有什么 说得不对的地方 您多批评 多指证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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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汇报得非常清晰 说得完全对 你看啊 清清呢她很年轻 怀着孕 然后呢自己每天要上下班 这已经很辛苦了 然后呢还要接孩子 还要回来家做饭 不行 绝对不行 天天还得上班 又有病还怀着孕 还做饭 接孩子送孩子 不行 以后做饭的事啊 我做 这孩子现在我不是不能接吗 你等过两天的啊 接孩子送孩子 全归我 我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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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小婶 这是什么字啊 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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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啊 韵字嘛 就是肚子里开饱了 韵字嘛 韵字啊 小婶 你不是韵字吗 在哪个座呀 是 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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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那你以后可以在家怎么叫我 出去了就放个别的 走吧 那我叫你什么呀 叫姐姐 可以啊 不行 我姐姐比你小多了 才上五年级 那你就不叫你了 叫小姨 小姨怎么样 小姨 我家有个大姨 那好吧 我叫你小姨吧 就这么说定了啊 好 来 哥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骗 你叫什么呀 小姨 你叫什么 小姨 嗯 好听 不是 我要跟你说啥来着 你等等啊 你坐下 你坐下 你让我想想啊 你让我想想 你刚才做什么来着 哦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本上记着呢 嗯 小老师 你这么个大事啊 我这字 我跟你说吧 你说咱这俩孩子啊 现在住一块了 结婚证是领了 可你在老祖祖面前 这不算个数啊 还有 街坊邻居 邻里之间 你说这 你没法交代啊 老池啊 这件事情已经憋在我心里很久了 你如果今天不说这件事情的话 我还以为这就是你们老池家的想法 一切从简直婚礼就不办了 你说婚礼不办这怎么行啊 我们是明媒正娶 你说不办这婚礼 我将来怎么跟我的外孙女交代 夏老师 夏老师 夏老师你说得太好了 你说得有点激动 咱俩这思想算统一到一块了 夏老师 你说咱俩这孩子 这可新潮那可新潮的 那结婚是闹着玩的吗 你不办酒席 亲戚朋友 相理相亲的挑你理 你这结婚就没算完 不算数 你走到哪儿就搁眼邪你 你说咱这当爹妈的 你这不寒着吗 所以老池啊 婚礼的这件事情 我是这样想的 咱们呢 在北京大张旗鼓地办一次 然后在你们老家 我们云南再各办一次 我们得让大伙知道是吧 从此这俩孩子就拴在一起了 再也不分开了 你这样这件事情 才算是最后老听吧 那这事咱就这么定了啊 夏老师 我去找找黄利去 趁你在这儿 咱把这事好好策划策划 我去找半个门 老池啊 你这人还真是粗装有戏啊 我去找他 我去找范子